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别要了 让给你大哥和二哥吧 我不甘心 也不服气 更加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母亲还是无条件偏向两位哥哥 我永远都是被放弃那个 既然他们都不想我好过 那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所以 我拒绝签字 最后谁也别想拿到那笔抚恤金 我的父亲是抗战老兵 参加过很多次战役 立下了不少功劳 抗战胜利以后 他就转圆 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 三个月前 父亲生病就职无效去世 因为父亲生前曾是老兵 按照相关规定 他去世以后 家人可以得到一笔24万的抚恤金 丧礼结束 母亲叫上大哥和二哥 去银行领取这笔钱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这笔钱我母亲能分到一半 另外的一半由我们三兄弟分 而且必须三兄弟一起签字 这钱才取得出来 大哥给我打了电话 老三 我们领取爸的抚恤金你签字 你赶紧过来银行 我们等你 我无视大哥命令般的语气 无视他话里的不耐烦 开着车直接去了他们所在的那家银行 在大哥打来电话之前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 父亲去世 家属可以领取一笔抚恤金 母亲和大哥二哥都知道 只有我自己被蒙在鼓里 我感觉自己又一次被排除在外 母亲和哥哥们好像从没将我当作家人 这让我不由得有些沮丧 来到银行 母亲和哥哥们都对我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三人都一副恨不得我消失不见的样子 我在心底冷笑 真不愧是娘撒 连讨厌我时 脸上的微表情都那么相似 赶紧签字 签完赶紧离开 看见你就心烦 我正想向母亲问问具体情况 大哥就拿着一张单子让我签字 我大致扫了一遍这单子的内容 抚恤金有24万 母亲分一半12万 另外12万我们兄弟三人 每人4万 这在我看来明显是不合理的 妈 这比抚恤金我们俩人分 你12万 我12万 不然我不签这个字 我走到母亲面前 将单子放在她的面前 严肃道 母亲还没发话 旁边的大哥就暴跳如雷指着我 别说12万了 你一分钱都分不到 我们跟母亲说好了 你只是过来签个字而已 那12万 是我跟你二哥的 我都要气笑了 原来 他们喊我来签字 不是要分我一部分抚恤金 而是为了能将抚恤金取出来 从头到尾 我就只是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可笑大哥打来电话说了这事实 我虽然心底怪他们瞒着我 但还是带了些期待的 毕竟 这是我第一次分到来自父亲的钱 而且跟大哥和二哥的一样多 心里不由高兴了许多 结果 他们根本就不想分给我呀 妈 你跟爸 真的太偏心了 说完这句话 我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了银行 之后大哥给我打电话 一开口就是让我回去签字 不然他会闹得我没一天好日子 后面我就不再接他电话 他开始大半夜发消息整我 我烦不胜烦将他拉黑 然后就是二哥 还有母亲轮流给我打电话 无非就是劝我去签字 我越听火气越发大 最后把他们也拉黑了 过了一个星期 大哥亲自找到我上班的地方 在大门口当着来来往往的人 喊着我的名字嘛 陈恩 你这个不孝子 六年不回家看父母 父亲下葬你也不回家 怎么还有脸分父亲的抚恤金 安保人员看他这样 赶紧去阻止 劝他不要这样 影响不好 但大哥根本不听 安保人员越劝 他越是得劲 骂得越是大声 我也顾不得会不会丢脸这事了 直接在公司门口跟大哥吵了起来 蒙受了那么多冤屈 要是忍下去 我不得成孙子了 大哥 你讲讲道理行吗 父亲住院那段时间 我也在医院做肿瘤手术 所以才没去看他 之后父亲进击就是抢救 你们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直到父亲抢救无效去世 妈让我回去参加葬礼 你却骂骂咧咧说我不孝顺 连父亲最后一面都不去见 父亲病危 你们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动动手打个电话的事情 你都不愿意 结果却责怪我不孝顺 到底不孝顺的是谁 你不就是怕我回去了 父亲会给我分财产 这样你分到的就大大减少了 这些话 不知道是不是戳中了大哥心底的隐秘 他瞬间发怒 要冲过来打我 幸好被周围看热闹的人及时拉住 你离家出走六年 没回家过一次 更没有照顾过父亲母亲一天 父亲的抚恤金凭什么给你 你还必须要一半 脸呢 哈哈哈哈 真好笑 我那哪里是离家出走 根本就是被你赶出家门的 我耳朵被你提菜刀砍伤 现在疤痕都还在 我怕我回家会被你砍死 我耳朵上这条长长的疤 太明显了 公司的人都看到过 还有好些同事大着胆子 问过我是怎么弄的 家丑不可外扬 我当时只含糊地说 这是跟人打架打来的 我的回答 引得他们哈哈大笑 都表示不相信 在他们眼里 我是斯文儒雅的 是不可能跟人打架的那一类 现在我直接说了出来 同事们开始怯怯私语 都在说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哥哥呀 居然拿刀砍自己弟弟 害得弟弟六年不敢回家 最后还倒打一耙 说弟弟不孝顺 没照顾过父母 这一切不都是哥哥的错吗 大哥将这些话都听了进去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恶狠狠对我说了一句 你给我等着 然后就快速离开了 六年前 父亲八十岁 母亲七十七岁 两人头发都已经全白了 身子骨也没有以前那么健朗 他们已知没有多少时日可活 便开始着手安排身后事 首先安排的 就是财产 父母亲名下有两套房子 一套一百八十平 一套一百四十平 他们老两口 将一百四十平的那套房子 给了二儿子 将一百八十平的那套房子 给了大儿子 怕二儿子觉得不公平 便让大儿子 补给老两口二十三万 存起来的两百四十万存款 也是大儿子和二儿子平分 一人一百二十万 至于他们的三儿子我 无论是房子还是存款 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家四口 悄悄摸摸就分好了这一切 谁都没有告诉我 直到两个月后 我媳妇提着东西去看我爸妈 帮他们洗了一大堆衣服被褥后 又给他们打扫房间 收拾电视柜抽屉时 房产本掉了出来散开了 写着大哥名字的那一面正好朝上 被媳妇看了个正着 生怕自己看花了眼 媳妇捡起来又看了好几遍 确实写的是大哥的名字 媳妇纳闷 这房子是爸妈的 这事他是知道的 怎么两个月前就变成了大哥的 怕中间发生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媳妇也不敢直接去问爸妈 便拿出手机给房产证拍了好几张照片 晚上回家 媳妇问我 你不是跟我说 爸妈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房产证写的是他们老两口的名吗 今年我不小心看到 写的是大哥的名字 一开始我还反问 媳妇在开什么玩笑 直到他拿出照片 我一下傻眼了 立即坐正了身体 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 当天晚上 我一宿没睡 第二天班都没上 我直接请了假去了父母那里 媳妇怕我冲动说了不好听的话 也请了假跟着我去了父母家 我这才知道 原来父母早就将财产分配完了 却唯独不通知我 甚至一点点都吝啬分给我 爸妈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亲儿子吗 不然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 从小到大 你们都在偏袒大哥和二哥 我真的太委屈了 一边流眼泪 一边质问父母 这句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问了 却一直不敢开口 我怕 怕万一我真的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 到时候我该怎么跟他们相处下去 也怕我真是父母的亲生儿子 那我们三兄弟同样都是亲生的 为何大哥和二哥能得到父母满满的爱 我的待遇却连他们捡回来的那条狗都不如 陈恩啊 你跟你媳妇都有工作 你们凭借自己的努力买了车 买了房 但你大哥和二哥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 我跟你爸自然要多帮着他们点 我母亲难得温柔地解释了一番 父亲也说 你已经什么都有了 就不要再想着我们手里的这点东西了 全都分给你大哥和二哥了 爸 你哥妈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的心都偏到太平洋了 我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认真拼搏 努力工作得来的 跟你们分给我的意义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管它是你自己挣来的 还是我们给你的 有就行了 你别这么自私 你哥哥他们不容易 要在这世道生活 谁又是容易的 你们若是真的爱我 无论多少 你们一定会分我一部分财产 这代表你们想着我这个小儿子 我们若是不爱你 怎么可能养你这么多年 还让你读了这么多书 最后找到体面的工作 我想让父母亲重新分财产 哪怕只给我很少的一点点 也会让我觉得被重视 结果我失望了 无论怎样说 怎样求 父母依旧无动于衷 死活不愿意重新分配财产 气得我眼圈都红了 妻子心疼坏了 拉着我就要离开 转身 大哥正死死盯着我 也不知道他来了多久 又听了多少 我与父母亲的谈话 我懒得理他 朝着门口而去 他拦住我的去路 说 我跟二哥都很满意爸妈的安排 你别再耍花样了 爸妈永远都不会改变主意 趁早死心 我早就看大哥不顺眼了 直接跟他吵了起来 互相戳对方最痛的地方 大哥恼羞成怒 直接跑到厨房 抄起菜刀对着我 我以为我们是亲兄弟 就算再怎么吵 都是不会真动手的 所以 故意将脑袋往前伸了伸 硬着发麻的头皮说道 有本事你就砍下来 别让我看不起 实际上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结果 大哥是真狠心 他那一刀毫不留情地砍了下来 父母在一旁冷眼看着 一句话都没说 更没有阻止大哥 以小慧的时间 血就冒了出来 敌得半个肩膀都是 妻子吓坏了 慌慌忙忙去拿父母家的医药箱 给我止血 大哥却挥着菜刀叫嚣 赶紧滚出去 赶再来的话 我让你再尝一遍这菜刀的威力 从那之后 整整六年 我再也没回去过 一是怕大哥真的再砍我一次 二是我记恨上了父母的无动于衷 虽然事情过去了六年 但我还是会时不时做梦 梦到大哥砍伤了我 去医院缝针 时 医生说我差点聋掉 还梦到了大哥砍我时 父母就在一旁冷冷看着 任我被大哥伤害却一言不发 只要做了这梦 我一整天都会心情不好 六年 我受够了这样的折磨 所以 这次我一定要跟两位哥哥争到底 一定要得到父亲一半的抚恤金 这是我为过去的自己讨的公道 若大哥二哥肯让步 我便顺势跟他们和好 一周后我下班 发现二哥在我家里坐着 他劝我去签字 别让母亲为难 他现在都83岁了 经不起一点点波折 我果断拒绝 表示 想让我签字 抚恤金我必须拿一半 否则谁都别要了 二哥恢复本性 吼道 钱和房子是父母的 他们怎么分是他们的自由 你不能因此就记恨我们 还有 你六年没赡养父母亲 都是我和大哥在管他们 没养老人的你没资格吩咐续金 说完直接摔门而去 妻子叹了口气 说 老陈啊 你别跟他们争了 不然我们都没安生日子过 才十二万而已 你又不是没有 退一步 就算暂时没有 我们也可以自己努力去挣 八零 我争的不是那十二万块钱 而是一口气 这些年我们没回去过 周围邻居都觉得是我们做了错事 才不敢回去 若我这次不争 以后他们又要说难听话了 我不想将这闷亏 继续吃下去了 明明我才是受伤的那个 结果反而成了大哥和二哥 口中不孝的那一个 这抚恤金 我一定要睁到手 就算是拿去捐了 也不会让大哥和二哥得到 第二天 母亲来了 她一开口就是指责 你到底在不平衡些什么 都六年了 你父亲都已经去世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你是多么的孝顺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完全就是一个心胸狭窄 只认钱不认人的逆子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在母亲的心里 我会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真的太可悲了 别人家的老小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只有我 过得像家里的边外人缘 好像从未被父母偏爱过 小时候 大哥二哥仗着父亲的威风 到处惹是生非不学好 将父母的注意力都夺了过去 父母跟别人聊天时总会说 要是我们家老大老二 像你家孩子那样乖 我们做梦都要笑醒 我开心极了 以为只要变乖了 变优秀了 父母就会疼我爱我 夸我为我自豪 在大哥二哥到处疯跑去玩 的时候 我忍下要去玩的心思 耐下性子好好学习 年年争取考班里第一名 拿到奖状后 我一路跑回家 却并未迎来父母的夸奖 因为他们又要为大哥和二哥 去收拾烂摊子 院子里的大娘跟我妈夸我 你们家老三真厉害 不仅学习好 还那么乖巧懂事 你也太有福气了吧 老三啊 他还行吧 得继续加油努力 成绩还有上升空间 我妈难得跟人讨论我一次 我开心得脸都涨红了 就这么一直一直不放松 一直一直努力 我上了个好学校 毕业后直接进了国企上班 还做了高管 娶了妻子后 虽然搬出来没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也三不五时就带着妻子回去 为父母洗衣做饭 跟他们说话聊天 我自认为做得很好了 就为了父母能多看看我 就算他们不多关注我 但也不要太过偏心大哥和二哥了 但仔细想想 大半辈子过去了 父亲也都去世了 我想要他们的一句夸奖 一次偏爱 却从来没得到过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 争这么一次 还被母亲说成只认钱不认人的逆子 原来 语言的威力这么可怕 他真的能杀人于无形 从此 以前那个拼命努力变优秀 想要以此获得父母疼爱的我 不会再出现了 我平静地看着母亲 妈 签我不要了 字我也不会签 你们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们如意 以后别再来了 我不要你了 更不会再认你 从此再无瓜葛 挺可笑的 明明父母说过 喜欢成绩好乖巧 懂事优秀的孩子 我努力变成这样 他们却永远偏向 什么都不是的两位哥哥 即便他们每天混日子 父母也总会第一时间 关心他们的生活 替他们的未来筹谋打算 趁得我像极了小丑 以后 我再也盼了 所以 爱哭的小孩有糖吃 所以 爱是天生的 不是你乖了 优秀了就可以得到 对吗